我想批判你一下关于克斯拉的这个这个这个尬吹 嗯 好 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 声音稍微大一点 嗯 我就想批判一下你什么手机 什么手机 声音怎么这么小 菊花手机 什么情况的 把你的这个无线耳机给我拔掉 把你的无线耳机拔掉 快点 快点 年轻人 关咱一下一秒钟的事啊 说 好 可以了 讲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快 我想批判一下你关于克斯拉的这个 你你天天推特斯拉这么神那么神 我告诉你 我现在人就在北美 我有一辆特斯拉 我有Model Y 我开着FSB呢 我就不感觉这个特斯拉就那么神 然后呢 喂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告诉你 我来这边 我买特斯拉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没有国产的电动车 嗯 因为北美对对对对咱们村百分之百的这个关税 对 如果能买到国产的电动车 如果可以运过来买到的话 我一定不会买特斯拉FSB 在这卖的最好的车 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就是那个丰田的那个七座 丰田那七座那个叫什么 赛纳 赛纳 国内叫赛纳 对不对 但是在这要等两年 你能想象吗 你对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能想象一个丰田在那 你要想去买一张新的 你要等两年 你买一个二手的 要加价一万刀 比新的还贵 你能想象吗 就立刻能停车的 你要比新的还要多套一万刀 可以想象吗 不可以想象 赛纳 那你想表达什么呢 那你想表达是什么 我想表达你每天尬推 苹果手机有多牛 这个特斯拉汽车有多牛 我跟你说这是在 我刚刚看完你的切片 是你对一个这个用户说 我给你保证2023年还是24年 这个全球销量最高的 不加任何定义的 而全球销量最高的是特斯拉的Model Y 我告诉你 必须得加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在北美对中国电动车进行限制 欧洲对中国电动车进行限制的前提条件下 是 这个特斯拉Model Y 你现在看起来销量是最高 那丰田还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车企 但是丰田在全世界都没有贸易壁垒 比亚迪你卖到全世界 你那个 不好意思 你的比亚迪 对吧 卖到全世界 你可以试试 他没有贸易壁垒嘛 当然 你说的某些问题我承认啊 就比如说 你说啊 必须得管他叫菊花 因为你不能叫他圆明 怕他回头起诉你 这个问题是他的问题 他确实有问题 那你想表达是什么呢 不是 你说这么久 你想表达是什么呢 你不要见到苹果 就觉得苹果多牛 没有那么牛 在这儿 我跟你说 我拿一个华为的 Mate 30 应该是四五年前的机型了 我来到这边以后 我买了一个 Google 的 Pixel 8 就是它的第八代 我买完以后 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 我买了一个 Mate 10 就是完全往回到了两代 就是它的最新款 我拿到手里头 我在用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往回到两代 完全没有我 Mate 30 好 国内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我不知道 是Mate 50了 好 可以了 那好 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菊花的产品会更好 避养液车子会是更好的 是这个意思吧 没有 我也没说它更好 我说的是 如果在相同条件下 比如说没有壁垒的情况下 大家去竞争 现在它的销量高就是销量高 你要承认它销量高 没有壁垒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 没有壁垒是什么意思 现在北美对华汽车征收 对华生产的汽车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包括你所谓的 就是在上海生产的特斯拉 进到北美都是要百分之百关税 你明白吗 就是只要在华生产的汽车 全部是百分之百的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 这边可能会有很多的 比方说菊花汽车 比方说必要地汽车 它没有 它如果有的话 我跟你说 如果关税为零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边就 就你去丰田4S店 然后被丰田4S店销售 我跟你说 好 你交定金吧 两年以后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时候你还会去说 哇 跪田丰田丰田多好 你稍等一下 你稍等一下 我在这边 你冷静一下 你稍等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就是说 各个国家之间 这个商品有关税 这个不正常 那我们也收美国的关税 这个是正常的 有关税 这个不正常吗 但是你说这个说的很好 对 你说这个说的很好 你等一下 你别急 首先你说这个说的很好 为什么呢 应该零关税 对吧 美国应该对我们的商品 零关税 是这样的 你说的没错 因为当年WTO 你听我讲 你冷静 我先讲一下 你说的很好 对吧 美国应该对我们的商品 实行零关税 说的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WTO 它的这个设立 当时设立的一个愿景 就是全球 就是所有国家之间 或者地区之间 都是零关税 当时的WTO 这个愿景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很好 对吧 大家这个关税 都应该是一样的 甚至大家都应该是零关税 对不对 这说的很好 那你接着说 然后我对你就是 尤其是你在跟别人联系的时候 动不动就是 你考驾照了吗 科学一是什么呀 好好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好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这个有点过分了 好 你等一下 别着急 我想问一下 你搁那儿 你搁美国能买到这个 B&D的汽车吗 我目前在大街上都没见过 我说你能买到吗 你能不能买到B&D的汽车 能不能买 我们研究过能不能买到 如果比如说 比如说 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 来来来 停停 冷静一点 我问什么 答什么可以吗 我再问一遍 直接买买不到 咱俩一人一个问题吧 你问我一个问题 你说什么 我没听听 你说什么 咱俩一人一个问题 你问我一个我问 在美国能买到B&D的汽车吗 目前我买的 目前你买不到 对 如果有特殊渠道 我可能不知道 但是正常渠道我买到 正常渠道你买不到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去买的 它不卖给你 就是我没 我从来没见过4S店 我也没见过它的广告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买 如果有特殊渠道 比如说像国内的平行进口 它能从国内直接运过来这么卖 但是这种渠道我不太知道 我不太清楚 就是说你压根就没有 我在马上也没有见过 好 我就说白了 就说白了 你在美国就没打算买B&D的车 我很想买 我不是想买B&D 我想买未来 我想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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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鹏 我想买 那个理想 嗯 B&D我倒没有想过 因为因为其实我是很很喜欢 那种理想 那那种七座车 就是我来了以后 我一看赛纳这个德行 我说要是理想能够来的话 那绝对分分钟打败 打败赛纳 嗯 那你去做相关的功课了吗 你等一下 这是我想买的车 你稍等 咱不能光嘴上支持 对吧 你不能说我想买 但我什么功课都没去做 我也没有去了解 我也没有去搜 我就光我想买 但我就是什么功课都没做 这叫心口不一 你比如说以我为例 我说实话我也想买车 但是我没钱 我想买特斯拉 但是我各个功课都做了 比如说特斯拉多少钱 在哪买 怎么上盘 续航多少公里 我问你一下特斯拉多少钱 特斯拉在国内来讲 基础款的话是 Model Y是24万9 这个长续航的话 是再加4万块钱吧 28万9吧好像 因为我不买长续航 长续航有点贵了 24万9 24万9900 这个准确点来讲就是 那我问一下你嘛 那我问的问题 你能在这边买一辆特斯拉多少钱吗 那多少钱 我跟你说是 差不多30 36万人民币左右 函税 好 那我 这是 这是其中有大概 大概大概 4万 4万人民币左右是要交税 4万人民币是税 好 这个我不关心 其他的事 这个我不关心 跟我们聊的话题没关系 我接着问 就是说你想买未来也好 想买理想也好 这都挺好的 每个人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吗 那你有没有做功课 在美国 你马路上都见不到这种车 你见不到 不代表不能买到啊 没有见过这种车型 见不到 不代表不能买到啊 你有没有做功课 你回来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 我邀请你来北美给我买一个看法 嗯 你不是 你不是去新西典吗 你不是去日本吗 你先别急 你不是去韩国吗 你先别急 你赶紧来 你先别急嘛 你先回答我 就是我买不到 一定要归 归结在我的身上 他没有在这边卖呀 你稍等 他卖不了啊 100%关税 你能买吗 你听我讲 你稍等 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 关税再高 你承担这个代价 一定能买到啊 他关税高不代表禁止进口啊 是两个概念 买不到意味着禁止进口 禁止上市 这个叫买不到 关税高 是加到车架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能买到兰博基尼啊 那兰博基尼的关税 100%都不止 对吧 豪华车的关税100%都不止 关税高和禁止上市 两个概念 偷换什么概念 咱们咱们聊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品 你之前说的是 你之前说的是特斯拉 是什么全球销量最高的 他就是要把 稍等别急 别急 稍等 稍等 咱们先把咱们的话题聊完 别急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别急 稍等别急 不是我冷静一下 你不要 对对 咱们就盯着盯着我们的话题聊 就是说 你有没有做相关的功课 就是在 比如说在美国 能不能买理想 买未来 你有 就是说 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 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 他们能不能在北美卖这些东西啊 嗯 那能在北美卖吗 能不能啊 可以啊 百分之百官员税 那可以啊 那可以啊 百分之百官员税啊 可以啊 那可以啊 那你 那你去做功课 怎么买了吗 你去做了没有吗 你应该去问一下 你看 如果 如果 你做没做 如果你说没做功课 你就说没做就行了 你做没做功课吗 你看 你正面回答我就行了 怎么这么难呢 你就说我没有做任何功课 我没看到就是不能买 就完事了 我跟你讲 你要想想 他们的老板 为什么不能在北美卖啊 这是 这是涉及到售后的问题 涉及到很多 很多年售后的问题 嗯 他为什么不能在北美卖呢 来 我问你啊 因为因为有百分之百关税 他在这边卖不动 所以他不会在这边卖 所以我买不到 明白吗 来 B&D 包括这个理想啊 包括什么 未来啊 能 我们先 从最基本的问题来聊 能在北美卖吗 能不能 你作为 你 如果你是B&D的老板 那你先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先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 别急 你还会在这卖车吗 就是说 我买不到的原因是 他没有在这卖行吗 嗯 你给我找一下 北美有没有卖这个行吗 你不是喜欢在网上找吗 你去网上找一下 他有没有在北美卖这个车行吗 嗯 来 咱们一步一步聊 不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推论吧 就首先这几个品牌 能不能在北美卖 北美卖 能还是不能 收百分之百关税 没有 收关税是后面的事啊 他能不能合法的卖吗 关税 是归关税吗 那我给我们买个大排量车子 也有很高的关税啊 对啊 可以卖啊 没问题 可以卖 好 别急嘛 咱们一言点推论嘛 别急嘛 好 是不是这几个品牌 可以在北美卖吗 合法的卖 是不是吗 可以啊 好 可以 好 第一 我们这是有 我们俩有这个共识了啊 就是说 这些电动车品牌 可以在北美合法的卖 对不对 对 嗯 好 没有像菊花一样 被禁止在这边销售 好 好 这是第一点 能够合法的卖 第二点 就你的意思是 你买不到 因为他没有在这卖 所以我买不到 那OK 那有没有可能是当地人 就是说 对这类型的车子 没有这个需求呢 或者说需求量很小 如果 如果没有这个需求 政府就不会推动一个 百分之百征税的 法案出来 你不用征税啊 没有需求啊 没有人会去买啊 他为什么要征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关税 害怕了呀 动动脑子啊 你不是有逻辑吗 你用你的逻辑去想一下 他很害怕 为什么欧洲征百分之百 百分之六十多的关税 因为因为欧洲还有很多汽车在中国卖 北美没有那么多汽车在中国卖 所以他最后就我百分之百关税 就很简单啊 好 那这个话 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如果有需求的话 他征了这么高的关税 那照样有市场需求有人买啊 对不对 这个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对不对 如果说真有需求了 他即使征这么高的关税 一样有人买啊 来给你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来 这个 我们这儿对于 比如说欧洲的 或者说美国的一些大排量汽车 征收了很高的关税 这个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事实 好 那不照样有人买吗 是 不照样有人买吗 少吗 陆地巡洋舰少吗 如果说有需求了 征高关税 照样有人买啊 怎么你 你 咱们都搁这生活 你周围的大排量汽车的少吗 欧美的 日韩的 少吗 陆地巡洋舰 少吗 豪车少吗 法拉利 蓝波基你 说完了吗 保时捷少吗 我能回答了吗 所以说 如果说你在北美一辆车子 这些所谓的电动车都没有见过 那就证明什么 当然我说这些电动车指的是 什么必仰力啊 这个未来理想 说明当地 对这类产品 没有需求 没有需求人家设什么经销商嘛 没有需求设什么经销商 如果 如果你稍等别急 如果没有需求 为什么要加百分之百关税啊 你看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加百分之百关税什么意思啊 就吃饱了撑的 没事了 我就通过一个法案 加百分之百关税 没有需求 民众都没有需求 大家都不想买 他们也不会把车卖过来 没有需求 我通过一个加百分之百关税 你能解释一下吗 那 那我访问你一下 那我访问你一下 别急 那我也访问你一下 那对大排量汽车 加征很高的关税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听我给你说什么 那大排量汽车也是汽车 那这是为什么呢 你能回答一下我吗 你听我说啊 第一个 咱们 咱们 咱们的工业基础 你别提别提 稍等你也回答一下我 你也回答一下我 稍等你也回答一下我 对于大排量的汽车 说完啊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对咱们的问题得对等 咱们的问题得对等 咱们不管生产什么东西 对等 听着 你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就给你讲明白 咱就对等了 第一个 咱们生产 比方说苹果手机先出来 那会是诺基亚统治天下 苹果把诺基亚打败以后 中国才有一些品牌出来做手机 肯定是从低端做起 做到后面 我们跟它可能平起平坐的时候 我们才能战胜它 包括汽车一样 一开始肯定是国外的品牌 比较牛 后面我们要从低端做起 那中国现在就是在 从一个低端 不要说国家名称 不要说国家名称 为什么做那么 不要说国家名称 他做的低端品牌 你想想 你想想你 你做低端品牌 你能到北美这边卖高价吗 咱们在那边买它的 大排量的鸡肉车 什么排量大的 什么豪华车 那些都是高端产品 等你做到高端产品的时候 自然能够卖到这边来 多少钱都有富豪买 谁会买你一个 现在在中国马路上 跑滴滴的 不要说国家名称 不要说国家名称 说完了吗 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大概意思 就这个意思 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我的意思 我跟你回答的很清楚 就是我们现在还处于 跟他去竞争 没有做到完全超豪华品牌的 你中国买的那些重税 我要说国家名称 你能控制住自己吗 能不能控制住自己 对 咱们村买的那些 征重税的两倍税的东西 都叫奢侈品 你奢侈品就得有奢侈品的定位 得多少年的品牌 然后然后然后怎样的设计 才能到奢侈品 咱们村现在生产的这些东西 都是对咱们普通大众的 基本上都在30万以内 人民币以内 你拿到这边来 你翻两倍 要让这边的人去买 你开什么玩笑 那谁会买 他作为生产这些汽车的老板 自己脑子里头也有根小 我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我现在还不能去那边 马上就把我东西 让他们以两倍的价格买掉 你明不明白 你不要在那扯那些东西 我就跟你说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他争百分之百关税 就是因为他竞争不过 我可以说 咱们村有咱们村的问题 那是这样 那是这样 那我就不禁要问了 我就不禁要问了 你比如说 就是有没有可能 你不用害怕 你该问问 好 你说完了该我说了吧 就你老是说 争百分之百关税 那有没有可能是 币仰地 包括什么 这些什么所谓的 这些电动品牌 在北美来讲 没有竞争力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为什么呢 你比如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这个 以这个大平常汽车为例 那大平常汽车 综合整个关税下来 那都 整个所有的税下来 都不止百分之百 但是依然 依然很畅销 依然很畅销 就说明产品力到了 价格不是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是 产品力价格不到啊 只是你很喜欢而已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对于北美来讲 水土不服 我问你个问题啊 我没讲完的 我没讲完的 你稍等 我没讲完的 我没讲完 我没讲完的 稍等 我没讲完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就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新势力 在北美来讲 水土不服 在北美来讲 没有市场 或者说 只有极小的市场 对吧 因为 我们这大平常汽车 真的这个综合关税 所有的整个税下来 都不止百分之百 但是依然能卖出去很多车 依然有很多品牌 可以生存 依然可 街上能够看到 我问你个问题 没有竞争力 你为什么要征关税 没有竞争力 没有人买它就完了 你怕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加征 百分之百关税啊 你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不是有逻辑吗 这个话刚才我们讲过了 如果有竞争力 你怕征关税吗 就像陆地巡洋舰 你怕征关税吗 那不照样 路上一排一排的 陆地巡洋舰吗 如果竞争力强 你怕征关税吗 这个话怎么 也可以这样讲啊 可以哪样讲 哪样讲 我说的话你不明白 听不懂汉语啊 听不懂汉语啊 如果说有竞争力的话 你怕征关税吗 陆地巡洋舰的关税 怕吗 怕卖不出去吗 我问你 我问你户子 你买得起陆地巡洋舰吗 你在那吹牛 我买不起啊 我买不起 不当个陆地巡洋舰 很畅销啊 北美这边也不是 所有人都那么有钱 大部分人都是 我们这也不是说 人人都是富豪啊 我们这也不是说 人人都是富豪啊 那陆寻路上 不多得很 多得很吗 啊 你跟我说 你在国内没见过陆寻吗 10辆以后有8辆 没见过奔驰x吗 没见过奔驰x吗 没见过奥迪A8吗 没见过奔驰x吗 陆寻的销量高 还是 没见过保时捷吗 陆寻的销量高 还是B仰地的销量高 我问你 B仰地销量高啊 怎么了 拿着一个那么小 那么小销量的车 在那块使劲说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别急 我们比的不是销量 别急 我们比的不是销量哦 没急 是你说 B仰地在北美 被征100%的关税 然后一辆都看不到 为什么一辆看不到 因为被征了100%的关税 你张嘴 闭嘴 不谈产品的竞争力 有没有可能 B仰地的产品 在北美根本没有竞争力啊 有竞争力的话 欢迎来 真的欢迎来 有竞争力的话 对不对 怎么 B仰地不能在北美卖啊 可以在北美卖啊 可以在北美卖啊 他不畅销啊 问题是 他不畅销啊 问题是 我跟你说啊 你你呀 就是碰上碰上那种 没见过世面的 就在那块问人 你你驾照有吗 科目医考的什么 我跟你讲 然后你有车吗 然后碰到我了 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征 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征 百分之百的关税 你家征百分之百关税 问题的关键不是征百分之百关税 就是不让这个车进来 就很简单 我们已经聊过了 你讲你可以合法在北美销售啊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话题 我们达成共识了 碰上碰是可以在北美合法销售的 怎么说又不可以卖呢 你听我说一句话 你现在把嘴闭上 听我说一句话 我告诉你在加成百分之百关税的情况下 他什么时候会把车卖到北美 就是当他的成本能够再降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车卖到北美了 明白吗 这个时候他的竞争力就出来了 你的竞争力是什么 竞争力是跟你的价格匹配的 你的性能要匹配你的价格 你现在超过其他北美车企可能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已经能够让消费者直接去买你了 但是不足以百分之百 好 那我就不信要问了 我就不信要问了 要问了 为什么我们这陆地巡洋舰和阿尔法 这综合下来的整个所有的税可能百分之百都不止 为什么这么畅销 那个车子很贵 别急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别急稍等 让我把话讲完 那为什么别急稍等 我提两个例子 稍等别急 稍等别急 别急稍等别急 让我把话讲完 我不信要问了 陆地巡洋舰阿尔法 威尔法 这种车子这么贵 综合所有的税下来都不止百分之百 那为什么这么畅销 这么贵的车子 为什么这么畅销 你所说的 你刚才所说这些所谓的新市里 在北美一辆都看不到 但是这些威尔法 阿尔法 以及陆寻在我们这 我不 就是说绝对不少见 那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第一个 北美地方比较大 我生活的并不是那种大都市 有可能比如说 某个特别富的富豪去中国 这个车不错 买一下 可以 但是不是我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没有 马路上看不到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没有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北美没有Beyond 因为我们这经济发达 你看你能不能让我说吧 来来稍等 你说话太绕了 你说话太绕了 你打断我就得让我稍等 我打断你 就马上 那你就赶紧说嘛 说重点说嘛 说嘛 重点就是 你说的那些车 他们相当于就LV的包 什么的那种豪华 什么豪华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豪华的东西 在世界上被人认可 但是你经济的东西 你说非得找一个北美的富豪 你妈妈特别喜欢咱们村经济类的东西 然后花了两倍价格过来买 你也吃饱撑的 所以很少见 等到你有一天 你说我这个品牌很牛 我已经生产出来 一百万人民币的车了 然后我这一百万人民币的车 有没有北美的富豪能够花两百万人民币 把它从中国 从咱们村运过来 买到这边来 装装样子 对吧 吹吹牛 肯定是有的呀 对吧 你不用担心 但是谁现在会去买一个十几万 二十几万 甚至于三十万的 然后两倍的价格费那么大劲 你说话 你说话废话太多了 我不得不打断 废话太多了 说完了吗 那你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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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仰地有高端 有高端的车子吧 比如说 B仰地8U 有这个车子吧 有 有 卖不出去 是不是在北美的竞争力不足啊 哦 不一定在这卖 卖不出去 可能有 我没见过 又可能有了 我只是说我没见过 又可能有了 刚才说没有 可能有 一辆没有 现在又可能有了 刚才跟你说了 平行进口的方式 平行进口的方式 可能有 好 我接着问啊 来我接着问 我不知道 好你接着问 你说阿尔法 威尔法豪华 请问阿尔法 威尔法 在日本本土豪华吗 因为阿尔法 威尔法 它是日本品牌啊 它在日本本土豪华吗 正面回答我 是 那你有 我正面回答你 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 正面回答 别雇左右而言 不要雇左右而言 它 怎么了 怎么了 正面回答 请问阿尔法 威尔法在日本本土豪华吗 我不禁要问了 我不知道 没有 我没有在日本本土 看见过这个车 开始不知道了 我日本本土很少去 去过一次 但是 但是 但是那是几年前 我现在想 想不起来吗 没见到过这样的车 不知道了 开始装傻冲愣了 没有啊 不是咱实事求是 你问我日本的问题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我问的问题 别急 稍等 稍等 别急 我来北美没见过 稍等一下 别急 别胡言乱语 来 我再问一遍 请问阿尔法 威尔法 这种车子在日本本土豪华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吧 你不知道 我来告诉你 你不知道 你又跟上你的内行 是吧 就好比说 你开始了 你不知道就该我说了 不是 你不知道就该我说了 我有 不是 你不知道就该我讲了 你又高兴了 对吧 你看 北美这边啥情况 不是 你不知道该我讲了 你要不知道 是不是也该我说了 稍等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哥们 你不知道就该我讲了 好吗 你说 我来跟你讲 阿尔法 我都没说 我还没说呢 你就开始说我装了 阿尔法 威尔法 在日本本土豪华 不然就是装啊 对不对 咱聊北美呢 开始人生攻击了 逻辑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阿尔法 你让人讲话不让 你让不让人讲话 你让不让人讲话 我不知道的 你让不让人讲话 我不用让你讲话 你说是不是这逻辑吧 逻辑就是 你都不让我讲话了 你跟我聊什么呢 你有计刁吗 你有车吗 你有房吗 突然发现 你得让我讲话 你日本不了解 是吧 好 冷静一点 不就是这个吗 你先冷静 你得让我讲 我不用冷静 我说的是实话吧 对不对 你让听众朋友们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 你没驾照 你没房子 你没车 你没去过这儿 你没去过日本 是吧 你得让我想话 有车 有房 有去过北美 既然市面比我管 日本就去过一次 几年 你得让我说话 对吧 好 你得让我讲话 对 该你说话了 说 让儿子说 你开始人生攻击了 你说你攻击什么玩意儿呢 咱们跟着讨论 我也没攻击你啊 你干了这个事 你干了这个事 就不是正常人 该干的事 对不对 你干这事 太小孩了 就是我要找一个 你不知道的 然后我要跟你聊 显得我很厉害 你太小孩了 我只能 我只能 你别攻击 你聊得好好的 你攻击干嘛呢 你为什么攻击呢 聊得好好的 但是完全能形容我的心情 就是我陪我儿子聊 的时候 他说 你不知道了 我们需要发生什么什么 我真不知道 能不粘牙吗 能不能不粘牙 你这太粘牙了 能不攻击吗 聊得好好的 你怎么就突然攻击了呢 我能不粘牙吗 你刚才这事不雅呀 咱们不雅不雅呀 咱们聊得好好的 咱们聊得好好的 你怎么就突然攻击了呢 不攻击行不行 没有攻击啊 我跟你聊北美 我跟你聊 我跟你聊咱们村 你这是跟我扯日本 你喜欢日本 你要扯新西兰 新西兰你去过一次 对不对 就开始了 好好好 来 我说两句 我说两句 就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个 阿尔法 V阿尔法 就这两款车 那在日本本土来讲 因为它是日本品牌 在日本本土来讲呢 也是很普通的家用车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 对不对 但是这个车子呢 进口到国内之后 是不是 综合的各个关税吧 就之后价格很贵 但这依旧不影响 这两款车子在我们这 就是相比较而言 还是很畅销的 对吧 你绝对不 绝对不罕见嘛 这两款车子 对不对嘛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事 就说产品力足够优秀 就是关税啊 它并就并不是说 那么那么重要 就以你刚才所描述的 你说你在北美 没有见过一辆BiD 或者说 其他的所谓的新势力品牌 那我跟你讲 那这跟这个关不关税 没有关系 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新势力品牌 在北美啊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 就这么简单 你那个啥 我还有十分钟再跟你聊啊 它不符合当地的市场化需求 它不符合当地的市场化需求 你之前跟别人说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征税 咱们要自由化 要最好的方式是让这个物价降下来 这样才是对老百姓最好事 我都认同 你把你这套逻辑拿出来 你想一下为什么要争百分之百关税 你别在这块 就是一到这块 我想不通这个了 然后我就非得说 你这东西因为你没有竞争力 人才对你争百分之百关税 你想什么呢 争百分之百关税 说明它真的有竞争力 才争百分之百关税呢 没有竞争力 你自己来呀 你来了你卖不动 你赔钱了你走人 对不对 争百分之百关税 就是因为你竞争力足够强了 所以要争百分之百关税 当然这个根源问题 咱们我没法跟你讨论 因为咱们这个事儿比较 我想问一下你 你在美国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看又开始吧 对不对 我只有十分钟 咱俩之前聊过 我从来没说过我在美国 我在加拿大 之前跟你聊过 你查过我一遍户口了 咱们不用再查户口 我就确实不知道你 确实是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对 你反正之前铁定里跟我聊过 我之前连过你 然后然后查了一遍户口 我发现自己跟我聊 跟我聊不动 就是聊不过我 所以直接就把我给关了 就是这就是你之前干的事儿 就刚才上一个连麦的人 不就说你就这事儿吗 人家说的没毛病知道吧 我只不过帮他把这个事儿 就是说你在某些方面 某些观点对的 就是我也不能说对的 我认同 但是有些东西也过了 就是咱们那儿 有咱们那儿的问题 你出来你看看 你要能生活一段时间 比方说你去那儿旅游 你稍等你稍等别急啊 别急你这个话题就越扯越远了 你稍等啊稍等一下 你这个话题就越扯越远了 越扯越远了 那我你别急嘛 咱们就先别聊这个了 聊点这个 聊点 聊点家常 那你现在这个 是在那边做什么工作呢 没做什么工作 上次跟你说过 我在那儿上学嘛 上学是吧 对 好 这个 我跟你说我在咱们村 我也开过电车 我来了这边 我特别想买 买部轴 然后没办法 只能去买 他这儿所谓的 在他这儿还算比较有竞争力的 比较有性价比的 这个特斯拉 但是我我开完 我就跟你说你你你尬吹那FSD 什么开那FSD 如果落地了 怎么怎么着 能销量 何如何如 我就跟你说在这边 好稍等啊 稍等 我想问一下 别急 我想问一下 这个美国对这些新势力 上调关税 上调百分之百 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就是几个月前 然后但是可能延后了 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征收百分之百关税 是不是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 别急 别急 对吧 就是说目前还没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对吧 你的意思 目前没征收 别急你回答我问题就可以了 回答我问题就可以了 是不是 啊 是 目前没有 没有征收百分之百关税 那卖不出去怪谁啊 都没收百分之百关税呢 都没收呢 10月1号开始执行的 10月1号开始执行的 都没收之前都没收过呢 都没收呢 听我说一句行吗 都没收呢 能让我说吗 都没收呢 你买汽车是买一次 还是要它有售后 你能在这卖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买机车 今天买完了 永远 毕养地有多少年了 来毕养地有多少年了 毕养地有多少年了 毕养地多少年了 都没收呢 毕养地多少年了 毕养地多少年了 毕养地去年刚成立的 多少年怎么了 毕养地这个企业 20年要有了吧 到现在都没开始收呢 毕养地其实是20年有了 但是它形成 到现在都没开始收呢 就是这一两年的事 到现在都没开始收呢 它形成市场竞争力 就是这一两年的事 行吗 明白了 都清楚了吗 你还别听 你说毕养地有竞争力 就这一两年的事是吗 来别急 别急 稍等 你刚才说毕养地有竞争力 就这一两年的事是吗 你看看 是不是你说的 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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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不坚持有路平的 咱们 好 是你说的是吧 来你说的毕养地有竞争力 就是一两年的事 是不是 我跟你说 整个咱们 回答我 是不是 回答我 回答我是不是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是 好 没问题 你看你是 我还有 我还有你分手 我来说两句 来我来说两句 别急 对吧 你是 你是我们这的人 对吧 你你中文 你也懂 所以你也知道毕养地 如何发展的 你了解这个企业 你 你 你都 别急 让我讲完 我讲完 稍等 我讲完 别急 你都只认为 毕养地有竞争力 只是这一两年的事 那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那边的人的母语是英语 对毕养地又不了解 对于他们而言 那毕养地有没有竞争力啊 那更要打一个问号了 连你一个 你所在国家的企业 你都只认为他有竞争力才一两年 对于一个在万里之外 太平洋对面的一个国家的那个人来讲 那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体验有没有竞争力啊 你问完了 我给你回答行不行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我马上讲完 我马上讲完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 毕养地 他的这个 就是产品呢 没有得到北美消费者的信赖 在北美市场来讲 没有竞争力 知道了 你的论点拿出来就行了 该我了 行吗 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 万里之外 这边母语都不是 这个中文的人 他看到这个毕养地的时候 毕养地一定会用英文告诉他 我叫毕养地 然后会给他用英文去介绍 这是其一 第二点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咱们村的人 我第一个就会买 我买完了以后 我会请这边 其他各种肤色的人过来 来看看我这车怎么样 多少钱 我给他们介绍 他们也会随着这个东西慢慢开始买 这边华人也不少 行吗 这不是说这边一个华人都没有 他们来了以后 那你买呗 对 从你做起来 你买的时候 慢慢的 你听我说 日本品牌怎么能进到北美 能在这边 丰田能卖到现在number one 毕养地 慢慢 如果他能保持竞争力 保持品质的情况下 慢慢也会有竞争力 你不要 你可以 对对对 别别别别 你说这个我认同 你说这个我认同 你某些东西说的对啊 但是某些东西我就是特别反对你 你说这个我认同 你别那么跪下 你说这个我认同 首先别动不动说别人贵 你说这个我认同啊 就是说 毕养地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再保持个几年 也许就能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赖 这个话我是认同的 对吧 获得国外消费者信赖的 去出口 挣美元 挣外汇 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啊 对不对 消费者也能买到好的东西 大家都是好事 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能否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所以你这个是假设 他保持的 那我相信他在这个全世界来讲 也能卖得很好 好吧 咱就聊到这吧 我这时间差不多了 我有我有事 好行 祝你千诚自己啊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但是但是别太铁 感谢啊 拜拜 拜拜 来读一下CC 读一下CC 护胜老矣说 护子我跟你写了一首 苹果臭 发在我动态了 好的 感谢护胜老矣 感谢啊 大家想看这个的 可以点开他主页看 陈色无所事 陈总说 护子 Model Y和理想L6该怎么选 有一说一 如果说是家庭用车 家里面就一辆车 我个人这边 如果说对自动驾驶没有要求 那你就选理想L6 如果说你说我对自动驾驶有要求 我这个是夫妻小两口 这个想买纯电 那你就买Model Y 对不对 这个看你自己的情况 两个车子针对的情况都不一样 L6是针对家庭的 Model Y说实话 就小两口 小两口开的 好 再读个NC 这个东高高西高总 上调至100% 也就是隔把月的时候 感谢东高总 感谢东高总 感谢东高总的提醒 MIKU MI总说 北美哪种车多 去Costco停车场 观察一下就知道了 更别提电车了 好的 感谢MIKU总 感谢MIKU总 好